五大贼王 之一 落马青云 作者 张海帆 第三章 火行乱道 旗舰二带着火小鞋他们几个,正要快步出去,听到黑三边在后面喊,心中一惊,想到,我的爷爷,您还有什么事情啊? 旗舰二脚下一个猎蟹,差点摔倒在地,他站稳身子,赶忙转过头来攻身道, 黑爷爷,您还有什么吩咐? 黑三边黑黑一笑,说道,这个谁,把说话的娃娃留下,以后跟着我办事 旗舰二心中一松,说道,好好,好好 说着,就把火小鞋拽到面前来,叮嘱道,火小鞋,你留在这,听你黑爷爷的吩咐 火小鞋心里一百个不愿意,他见这个黑三边,绝对不是什么善类,心中也是畏惧的紧,巴不得紧早离开 可黑三边让他留下,旗舰二屁也不敢放,火小鞋又能有什么法子? 火小鞋被旗舰二拉出来,朗德奔,老关枪,瘪猴他们健壮,都怕火小鞋留在这里,无异于身处龙坛虎瘀 别看朗德奔,老关枪,瘪猴他们年纪小,但和火小鞋都是过命的交情 八九岁的时候就混在一起,一起玩乐戏耍,也一起偷东西挨打 尽管没有这儿八斤地败过把子,心中早就互相认对方,是亲兄弟了 旗舰二拉扯着朗德奔,老关枪,瘪猴他们,骂道 走走,走啊 少年人没有那么多事故,感情真切,火小鞋又是他们的大哥,朗德奔根本顾不了那么多 伸手拉住火小鞋的衣角,死死不愿松开 老关枪和瘪猴,更是都要哭出声来,任由旗舰二拉扯着,三个人就是一动不动,不愿离开 旗舰二者急上火,也不敢发作 只好大巴掌,直往朗德奔,他们几个人的脸上抽 火小鞋渐浪的笨他们,这个样子,心中发酸 想到他们四个人,自从相识以来,几乎没有分开过一天,晚上都是挤在一块睡觉 眼下竟然要分开,于是眼圈也红了,但嘴上还硬 没事,没事,我完事了,再去找你们 黑三边哼了一声,说道 你们四个小子,倒都是够一起吗 旗舰二赶忙说道 黑爷,马上走,马上走 上前又是硬转 旗舰二到底还是劲大 眼看着就要把浪德奔,他们拽开 别吼忍不住,哭了起来 大哥,大哥,我和你一起 浪德奔也筐地跪下 连连磕头不止 嘴上哭喊道 黑爷爷,黑爷爷 我们不想和大哥分开 求求你也留下我们吧 老官腔也立即跪下来,连连磕头 顿时三个娃娃跪了一地 磕头声咚咚作响,此起彼伏 黑三边道乐了,说道 我倒是齐了 我又不是阎王老子 还怕我将他的命带走不成 活小邪健壮,也跪了下来 哀声道 黑爷爷,我们几个人从小就在一起 从来没有分开过一天 我们平日里都是一起做事 黑爷爷,求你也让他们留下吧 你一定用得上我们 黑三边皱了皱眉 回头看了眼三指流 三指流思凉了一下 沉声道 这四个娃娃,倒是下午灵里出类拔萃的好手 彼此配合得不错 也信得过 黑兄弟也许用得上他们 黑三边嘿嘿一笑 说道 也好 你们四个娃娃,起来吧 都留下 浪德奔,老官腔,瘪猴都欢呼一声 连声道 谢谢黑爷爷,谢谢黑爷爷 火小邪转头看了他们三个人一眼 真是少年不知愁滋味 这点说不清是好是坏的事情 已经让他们乐成一团 三指流冲齐剑二说道 齐二滚子 你这几个小铃铛 就先留给黑爷使唤着吧 齐剑二连忙说道 是 是 三指流说道 那你就走吧 有什么事 我找人叫你 齐剑二连声应了 幸幸然 看了火小邪他们几个一眼 转身快步退出厅堂 外面那老妇早就等着 引着齐剑二离去 其实齐剑二心里也不好受 毕竟火小邪他们 从小就跟着自己 怎么也算是一把屎一把尿带出来的 而且还颇得自己真传 眼看着他们四个人齐齐离开自己身边 不知还会不会回来 也是神色黯然 心中如同灌了半壶醋一样 酸溜溜的 黑三边见齐剑二走了 将大衣一撩 坐在三指流旁边的客位上 黑黑直笑 看得出心情不错 飞三边只着火小邪他们说道 你们四个 从小到大把自己的名号说了 各自会些什么 也都一起说了 火小邪他们四个互看一眼 瘪猴瘍瘦缩的先站出来说道 嘿爷爷 我叫瘪猴 现在能打哨子 这打哨子的意思是说 在几人配合偷窃的时候 一个人故意吸引或者干扰马 背道之人 得注意力 以便他人得手 也能够监视 望风 欲警等 老关枪在四人中排老三 别喉说完 老关枪说道 嘿爷爷 我叫老关枪 能跟背风和解三灵了 这跟背风是说 在确定马身上的望子 钱财等 分不同等级的望子 一到九望 代表钱财的价值 以后 一直跟着马 方便时下手 解三灵是偷东西的能力级别 也就是说 人身上挂着铃铛 你去偷东西 不能让铃铛发出声音 绝顶高手 据说是能解二十四灵 浪德奔站出来说道 回黑爷爷的话 我叫浪德奔 最擅长的是捏腕 能解四灵 捏腕 就是偷东西的人 要先判断出 马身上的望子 放在什么地方 多大多小 多轻多重 确定能用什么法子拿到 最后轮到火小鞋 火小鞋想了想 说道 回黑爷爷的话 我叫火小鞋 已经能坐到拿牌了 黑三边仔细地听着 前面瓶猴 老官腔 浪德奔说的话 他倒是不觉得惊讶 寻常的路子而已 而听到火小鞋能拿牌 不由地吃了一惊 飞三边不太相信地问道 霍小鞋 可不要在你黑爷爷面前说大话 你小小年纪 能拿牌 这拿牌 是容行里的一门本事 十分讲究 乃是在黑暗之中 给你一身底盘子 或瓷或木或铁 反正不管是何种盘子 在里面放上一把珠子 也是不限置地 数量在五十之内 会拿牌的人 要捏着盘子 让盘子里的珠子 或转或动 然后判断出 盘子里到底有多少颗珠子 必须十猜九重 错的一次 也不能差过一两颗 能做到这个 就叫会拿牌了 这本事 考量的是心 手 二合一 心中要十分清静 沉得住气 手中要触觉敏锐 动作准确 耳中 要听得干脆利落 毫微可变 能做到拿牌的人 第一要天资聪慧 第二要心静如水 第三要心 手 二合一 端地是极难的一门本事 所以 火小鞋说 自己会拿牌 也就是说 自己至少有截九龄的身手 打哨子 跟背风 捏腕 都不在话下了 要知道 做贼的人 普通的讲究 便是胆大 心细 静足 身稳 手快 眼尖 耳亮 鼻子灵 网上再高级些 便要合一 这拿牌的本事 就是其中一个合一的法子 黑三鞭之所以不幸 是因为他会拿牌的时候 已经二十六七岁的年纪 在容行算是极快的了 可眼前这火小鞋 不过十六七岁的年纪 跟着齐姦二这种 上不了台面的师傅 怎么可能会拿牌 火小鞋也是年少 不懂得含蓄一下 听黑三鞭口气中 透着不相信的劲 有点急了 说道 我就是会拿牌了 黑爷爷要是不信 我可以玩给黑爷爷看 照容行规矩 这话可不能这么说 火小鞋这种小辈 会拿牌 也必须要说自己略懂而已 当着黑三鞭这种大道逞能 恐有杀身之祸 火小鞋平日里 顶到天才见到三指流这种 算是对他们知根知底的行家 哪想过能碰到黑三鞭这种人物 不懂规矩 也是情有可原 果然 黑三鞭听火小鞋这么说 心中骂道 好胆 这么多年 没人敢如此冲撞我了 我看你不想活了 黑三鞭心中想 眼中杀气一剩 哼道 好啊 我倒想看你玩玩 火小鞋这小贼 眼尖得很 最会观察人的眼神变化 见到黑三鞭眼色一变 知道自己刚才说话糟糕 定是 惹到这黑三鞭了 让他动了杀机 火小鞋知道不妙 赶忙口气软了 说道 黑夜夜请原谅小子不懂事 黑三鞭黑黑笑了两声 说道 不妨 不妨 玩玩 三指流对黑三鞭十分了解 知道黑三鞭已经动了杀机 如果火小鞋真的要玩一下 盘子拿出来之时 就是火小鞋的死期 三指流笑了笑 说道 黑兄弟 我看免了 这火小鞋的拿牌 我见过 他只能玩七八个珠子 倒是有点天赋 我看他能玩七八个珠子 曾经给他提过零 小娃娃不知道拿牌 到底是啥 也没见过世面 嘴上有些拖大 我们还是商量要事吧 黑三鞭听三指流这么说 倒是气顺了 心中也想 我要这小子 最多也就七八个珠子的本事 嘿嘿 罢了 火小鞋早就不敢说话 黑三鞭见火小鞋也老实了 说道 好了 今天就不完了 不过火小鞋 七八个珠子也不简单 年少有为啊 火小鞋赶忙低声答道 谢黑爷爷夸奖 黑三鞭说道 你们四个小子 本事不错 黑爷很高兴 往后几日 你们听黑爷我的差遣 今天晚上 你们就住这里吧 没我的吩咐 不能离开此第一步 三指流点了点头 喊道 王妈 那老父从外门进来 说道 老爷吩咐 三指流说道 带他们几个去柴房睡觉 和孙高子一起 王妈应了声 过来对火小鞋他们说道 跟我来吧 火小鞋他们如释重负 都跪下给刘大爷爷和黑三鞭磕了个头 跟着王妈就要出去 黑三鞭眼珠子一转 突然指着火小鞋问道 你那个姓是哪个字 火小鞋本想说自己是火字 此时他心里明白 不要逞能 于是老老实实地答道 祸害的祸 黑三鞭呕了一声 又问 你父母叫什么名字 火小鞋答道 从小就没见过父母 黑三鞭点了点头 说道 走吧 火小鞋等人诺诺连声 低着头 并着腿 快步跟着王妈出了屋 见他们离开 三指流才说道 黑兄弟 你对火家的人 还是忌讳颇深啊 那个祸小鞋的祸字 你也担心是个火字吧 黑三鞭撇了撇嘴 脸上一寒 说道 我已经躲了火家十年了 听到火字 多少 还是有点心惊 三指流说道 这火家的人 当真这么厉害 黑三鞭摸了摸头 说话还是 心有余悸一般 说道 厉害 厉害啊 太厉害了 贼王啊 我们这些容型的 在他们眼中 就和鸡崽子一样 说完似乎又想到了什么 神色黯然 微微叹气 三指流漠然不语 也是若有所思 半晌之后 三指流才慢慢说道 听我师父他老人家说过 金木水活土五大世家 骑陷江湖 当时天下大乱之时 但也听说 有一个什么宝物 谁能得到 让五大世家聚首 天下就是谁的了 黑三鞭也悠悠然说道 自从我十年前 碰到火家的人以后 咱们容型中的传言 也越来越多 说是金 木 水 火四大世家的人 都已经现身 各地的军阀头子 都在寻找他们的下落 据说 只要攀上一个世家 找到那一统天下的宝物 就有希望 邪乎得很 也不知是真是假 三指流听着 也想到什么 突然疑了一声 黑三鞭问道 怎么 三指流说道 黑兄弟 你觉得日本人会知道吗 你看眼下 我们这奉天城里 遍布日本小鬼子 黑三鞭说道 日本人 他们知道 又能怎么样 难道日本小鬼子 还想把中国占了 当中国的皇帝老子 三指流说道 这可不一定 你和我是汉族人 不妨和你说一句 那大清朝 还不是女真族 占了天下 当上我们汉人的皇帝 眼下 日本小鬼子 在东北屯兵 十来万 恐怕他们的心思 绝不是咱们 东三省这一点地方 黑三鞭笑了起来 说道 刘大哥 你还挺操心这个呢 咱们做贼的 天下是谁的 咱管个屁啊 倒是天下越乱越好呢 三指流说道 也是 也是 天下太平了 哪有我们的饭吃 不说这个 不说这个 那些玄之又玄的东西 咱们也搞不懂 黑三鞭说道 只要火家的人 不来找我麻烦便好 呵呵 两个人相视而笑 三指流说道 黑兄弟 既然女神玉 就在张四爷家佛堂 你打算如何 黑三鞭黑黑笑了声 尽快动手 三指流说道 这四个娃娃 你都用得上吗 如果用不上 就散了吧 黑三鞭说道 用得上 用得上 极好的喂狗的肉包子 黑三鞭说完 哈哈哈哈笑了起来 三指流微微一笑 莫非黑兄弟 已经想到好办法了 张四爷家 可不是那么好近的 黑三鞭低声说道 刘大哥 我打算这么办 你也给我长长 两个人窃窃私语起来 张四爷家大宅 是奉天城里 数一数二的大宅地 八进八出的庭院 高墙广住 里面数十间房子 供养的老老少少 管家护院 有二百多口人 这张四爷 据说和东北军阀张作霖 有着过命的交情 加上张四爷家 似乎从来不缺钱财 所以这大宅的戒备 绝非是寻常富贵人家 可比 在院内巡视的家丁 也都是鹤枪实弹 身手高强 至于张四爷 到底是干什么买卖的 如何有这等威风 倒是没几个人说得清楚 黑三鞭连到奉天城八家宅子 打响自己名头的时候 唯独没进张四爷家 倒不是黑三鞭和张四爷有什么交情 而是奉天城里的荣行 有个不成文的规矩 乃是您到奉天府 不摸四爷门 这是因为 有关张四爷家的事情 在荣行里传的野邪 主要的传说有四桩 第一桩传说 是张四爷家后院里 养着一种大狗 专吃人肉 这狗和其他狗不同 寻常的狗不能上述 而张四爷家的狗 却能上述 钻洞 速度奇快 第二桩传说 是张四爷家的后院 是专门为张作霖这种 东北大亨存宝物的 遍布机关毒气 走错一步 就有杀身之祸 第三桩是张四爷 家里有恶神保佑 你若是偷了张四爷家的值钱东西 不管你躲在何处 晚上都会有一群 从天而降的钩子兵过来 用大钩子 将你骨头穿了拖走 从此杳无音信 第四桩是最邪门的 说是张四爷家里 有一面勾魂镜 你若是对张四爷家 心存歹意 摸了张四爷家的门窗 就有勾魂镜 从天而降 落在你面前 你只要看了镜子中的自己 过不了几日 保准长川杜烂而死 这些传说传得邪了 做贼的剑剑 没人追究是真是假 只是心中多少有忌讳 浑口饭吃 也没必要招惹着神秘兮兮的张四爷 说不定还搭上性命去 所以这么多年来 张四爷家后院中到底啥样 也没人说得准确 火小邪断然是知道这些传说的 他之所以敢偷进张四爷家 第一是他胆子大 不姓邪第二是他对浪德奔 老关枪 别喉他们夸下了海口 第三是 火小邪进的是张四爷家的忠愿 而不是后院 让火小邪进后院 火小邪还是不敢的 第四是 火小邪认定自己去偷的 不过是吃的点心 偷吃的东西 在容行里不算偷 也就算没有歹念 就在火小邪 被黑三边留下的两日之后 子夜十分 奉天城大街上 两辆黑色轿车飞驰而过 轿车身后 还有四马三人 马上人穿着黑衣 卖力地抽打着马匹 让马撒开了梯子狂奔 紧紧跟着前面的轿车 也是奇了 按这种肆无忌惮的驾驶 就算东北军不拦 日本人怎么也要出面阻挡盘查 可偌大一个奉天城中 他们沿路奔来 整条街上 尽空无一人 任由着他们撒欢狂奔 等这些人驶过 才从街边向脚 钻出巡城的士兵 呼呼啦啦 将道路如同往常一样 疯了 继续巡视起来 这两辆轿车 四骑马 一直奔到张四爷家门口 才戛然而止 骑马的黑衣人 不等马儿挺稳 就已经从马背上翻身而下 身手极为敏捷 黑衣人穿得倒也寻常 不过普通的武士装扮 只是在他们腰间 都系着一条红带子 上面吊着一面 也是红彤彤的方牌 三个黑衣人 用到一辆车前 车也才算刚刚挺稳 其中一个黑衣人 上前将车门拉开 一个穿暗灰长袍的人 从车中钻出 冲大家点了点头 这穿暗灰长袍的男人 三十多岁年纪 留着平头 长方大脸 胡子拉叉的 颧骨高耸 看着极为精干 他和这些黑衣人一样 腰间系着红带 吊着红牌 显然是这些黑衣人的头目 从两辆轿车上 总共钻出了五六个人 其中一个 显然是日本军官 穿着一身黄褐色的军大衣 腰间别着一把军刀 四十多岁的年纪 脸上 如同刀削斧砍一般 毫无表情 这日本军官身边 还跟着一个穿着笔挺西装大衣的男人 四五十岁年纪 戴着眼镜 礼帽 手中提着一只小皮箱 这两个人一下车 走了几步 前面那日本军官 小生和这学者打扮的男人 用日语交流了两句 看得出都是彼此尊敬 绝非上下级的关系 而其他人 都穿着便衣 看模样 也都是很不简单的人物 只是人人都神情严肃 这些人都下了车 从张四爷家的院子中 也早就拥出了七八个精壮汉子 一个六十多岁的干瘦小老头 迎着他们 做了一个请的首饰 这一行人也不客气 一言不发 都快不向门口走去 那干瘦老头 将他们迎入院中 挥了挥手 院门便立即关上 这干瘦老头 打量了一下众人 目光落在日本人 和其他变装打扮的人身上 显得颇为不屑 但是在看到挥长袍男人时 一下注意到 这男人腰间的红牌 顿时显出一股子敬畏的神情 也不知这干瘦老头 到底是和谁说话 顿时微微一个弯腰 向大家抱了抱拳 说道 张四爷在里面候着各位呢 请跟我来 说吧 赶紧在前面带路 这一行人都微微点头 跟着这干瘦老头 向前行 过了前院 又穿过几间厂房 便来到这张四爷家的中堂 这中堂乃是坐落在一个院子里的一栋三层楼高的大屋 修得古色古香 极为精致 门前挂着一面硕大的香精排扁 上书三个诸红大字 镇宝堂 那日本军官见到这排扁 转头和那学者打扮的男人交谈两句 似乎在问这扁上 写的是什么意思 那学者也定是个中国通 解释了几句 日本军官连连点头 干瘦老头领着众人 过了一座石桥 走到门前 自己站在门边 请他们入内 这干瘦老头的眼神一直落在走在最后的冀红袋的四个人身上 打头的那个方脸男人 冲干瘦老头微微一笑 也不搭理这干瘦老头 带着人走入房中 那干瘦老头 看着这几个黑衣人的背影 赶忙抬头擦喊 众人走进厅堂 就听到楼上传来爽朗大笑 一人喊道 有失远迎 有失远迎 各位请坐 请坐 周先生 看茶 这来人就是奉天城内颇有名 也颇神秘的张四爷 只见他是一个四十开外的魁梧汉子 头发竖得工整 尽管其貌不扬 但言行中 透出一股子霸起来 张四爷呼喊的周先生 就是迎他们进来的干瘦老头 张四爷蹬蹬蹬从楼梯上走下 十分客气地向众人团团抱拳 说道 我就是张四 这个镇宝宅的主人 一个便衣打扮的中年人走上来 抱了抱拳 说道 张四爷 打扰了 张四爷一见此人 说道 郑副官 你我不要客气 快快 大家请坐 周先生已经招呼了丫鬟过来 摆好了桌椅 端上了茶水点心 郑副官指着日本军官介绍道 这位是日本关东军伊田吉人少将 伊田少将站起来 微微一个鞠躬 用半生不熟的中文说道 张四爷 久仰大名 幸会 张四爷笑道 请坐 请坐 郑副官又介绍那位日本学者 这位是日本东京大学的宁神渊二教授 乃是日本天皇身边的中国历史顾问 宁神教授同样微微一鞠躬 用纯正的中文说道 张四爷 请多多关照 能来张四爷的家中 是我的福气 张四爷笑道 哪里 哪里 郑副官依次介绍下来 都是张作霖的东北军中 有头有脸的重要人物 张四爷一一会过 郑副官走到灰袍男人那群人跟前 倒似乎有点犯难 略有犹豫 说道 这几位 是张大帅的重要客人 说是帮着给张张宝 他们叫 叫 那灰袍男人站起身来 笑道 哦 张四爷 我姓妍 叫我严景天就行了 我身后的几位 是我的小兄弟 就不一意介绍了 张四爷看着这灰袍男人 笑盈盈的抱拳说道 哦 严兄弟 幸会幸会 张四爷表面上一团和气 其实心里觉得奇怪 这严景天若是张作霖的重要客人 以自己和张作霖的关系 怎么听着完全陌生呢 这东北江湖中 哪有信念的这号人物 能让张作霖带他们到自己家里来 想到这 张四爷的目光 不禁向不远处的周先生看去 只见周先生目光犀利 直勾勾地看着张四爷 飞快地伸手 做了一个上台的手势 张四爷神色微微一变 知道周先生的意思是说 这几个人来头极大 绝不可小事 张四爷什么风浪没见过 马上定下神来 继续说道 请坐 请坐 严景天微微一笑 坐了下来 张四爷心想 这严景天 看着是个精壮的汉子 应该是练家子 不过气质却平常得很 显不出来他什么来头 奇怪啊 张四爷回到自己的座位 坐了下来 点头向郑副官示意 这郑副官是何人 来头也不简单 乃是张作霖身边的贴身副官 专门处理和日本关东郡的关系 可谓是东北军里举足轻重的人物 郑副官上前一步 说道 在座各位都应该知道 前段时间 张大帅在关东军伊田少将的帮助下 得到一个名为女神域的西汉宝贝 此宝极为西汉 别处也不敢存放 就只能拜托张四爷给暂存着 同时 也请张四爷 将这女神域的宝箱长清楚了 这女神域中果然有宝胎 这宝胎 才是价值连城的宝物 今天晚上就是取出女神域宝胎极好的时候 所以 邀请大家到这里来 共同见证从女神域中取出宝胎的历史一刻 张大帅本想轻治 但临时有药物缠身 深表遗憾 说着 郑副官向伊田少将和宁神教授微微汗手 伊田少将和宁神教授也点头回礼 郑副官说完 向张四爷示意 张四爷哈哈一笑 站起身来 说道 请大家稍坐 这女神域的宝胎取出 时间上不能偏差分毫 还有约半个时辰的光景 请大家先用茶 吃点糕点 我先去准备一下 张四爷向大家报了报权 离座转到后市 周先生也早就会议的跟了过来 张四爷问道 周先生 那姓年的人 十分古怪啊 周先生说道 张四爷 若是你猜 你猜他们是谁 张四爷慢慢说道 这几个人深藏不露 显不出本事 张大帅却让他们跟着过来掌保 我乱猜一下 他们 是火家的人 周先生神色严肃 说道 张四爷 他们腰上都别着一个红彤彤的牌子 系着红腰带 张四爷一惊 难道真是火家的人 周先生点头应道 八九不离时 张四爷沉吟一声 摸着下巴低头沉思 在堂中不断跺步 周先生说道 如果真是火家的人来 我们这里看女神玉 来者不善啊 张四爷说道 火家人哪瞧得起 女神玉这种二流宝物 周先生 我们的镇宅之宝玲珑镜 现在还好吧 周先生说道 没有问题 我从他们进来的时候 就已经派人去看了 所有天所地数 已经全部关上 就算他们 是火家的人 也不是想拿走就拿走的 张四爷说道 我们静观其变 在不明确他们真正目的之前 千万不要让他们觉得 我们有所警惕 张大帅 是怎么找到他们的 周先生说道 这二十年间 金木水火 四大世家都重现江湖了 只剩土家 还没有踪迹 火家人则梁木而期 没准是他们自己 找到张大帅的 张四爷说道 好了 周先生 咱们现在 多想也没用 女神玉开宝 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们准备一下吧 别过了时辰 这两个人说着 向后面快步走去 约莫过了半个时辰 周先生快步走入众人休息的厅堂 团身给大家抱了抱拳 说道 各位客人 时辰已到 请各位跟我来 众人早就等得不耐烦了 听到周先生这么说 都起身 跟着周先生就走 郑副官在前 日本人跟在他身后 再是东北军的几个人物 最后才是严谨天他们 这一行人 穿过这栋镇宝堂 走过一道长廊 眼前豁然开朗 赫然出现一个庭院来 那庭院中 密密扎扎围了一圈高举火把的魁梧大汉 木不斜式 木桩子一样扎在地上 眼睛眨也不眨一下 除了火把燃烧发出的琵琶声外 整个院子内 鸦雀无声 而这些人围着的 正是一个佛堂 佛堂大门敞开 里面也是火光如枝 亮如白昼 张四爷从佛堂中迎出来 抱了抱拳 笑道 各位久等了 这张四爷 此时也已经换了一身 飞到飞如的法袍 头戴一顶白色方帽 政府官可能见得多了 也不吃惊 而一田少将 宁神教授等人 从前面走过来 四周都是一片安静 也没见到几个家丁 感觉不过是一个普通大户人家的庭院而已 直到他们走到这里 看到这种景象 感受真是天上地下一般 都惊讶得有些木讷了 一时间手足无措 不知该往哪里看 怎么卖脚出去 好在他们也非泛泛之辈 强自镇定 都走上前来 张四爷将他们迎入佛堂 只见佛堂正中 有一张大桌 铺着白布 上面躺着一个半裸的女子 没见过这女身玉的人 见到这种景象 无不叫出声来 连见过女身玉的日本人 也都连连皱眉 正如火小鞋看到的一样 肃穆庄严的佛堂之中 地藏菩萨的法眼之下 摆着一个半裸女人 而且那女身玉栩栩如生 毛发五官俱全 颜色也和肌肤无异 又穿着一些衣服 好像一个翻身 就能坐起来一样 猛一看 怎么都像一个活人 简直有辱菩萨 邪门的要命 张四爷知道大家惊讶什么 笑了笑 说道 这看着像女尸一样的玩意 就是女身玉 乃是用与肌肤同色的玉石做成 张四爷走到这女身玉的面前 端向着这玉石女子的脸庞 继续说道 女身玉是个宝物 却是至凶至阴 旧时 有大户人家的女子怀孕 太儿刚刚成行 却死在腹中 导致腹中激变 那女子便难受个七八十天 受尽人间苦楚 才终于恨恨而死 这女身玉的面孔 便是按照这死去的女子面貌 雕刻出来的 因为死时太惨 恐化成僵尸怨鬼 就将尸身烧掉 用这女身玉下葬 有的人家 将死胎的骨骸取出 在女身玉的腹中埋下 若碰上机缘巧合 这骨骸引了女身玉上的玉器 凝聚成团 化成一粒宝胎 约有半个拳头大小 所以 这具女身玉 身上怨气太重 不得不摆在地藏菩萨面前 日夜轮番摆设瓜果点心 请童子来诵经 七七四十九日后 才敢取出宝胎 否则恐遭厄运 众人听了张四爷这番解释 才都恍然大悟 频频点头 宁神教授赞道 张四爷 今天真是大开眼见 张四爷果然见多识广 张四爷笑道 哪里哪里 我所知道的 都是些上不了台面的江湖传说 下巴行里的本事 见不得光 见不得光 知道再多 也只能偷鸡摸狗的 宁神教授笑道 张四爷谦虚了 中国文化里最精神的东西 并不是寻常人能知道的 都是皇帝 贵族和全臣掌握的秘密 我就听说 中国皇帝有个金木水火图五行的宝物 是有五大世家看护着 张四爷笑了起来 打断了宁神教授的话 哈哈 皇教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多了 我们现在是民国时代 没有皇帝了 宁神教授似乎兴趣并不在女神玉身上 而是在张四爷这里 仍然不依不饶地问道 张四爷 你不知道大清皇帝 有个五行的宝物 有个五大世家吗 听说 民间也叫五大世家 是五大贼王 张四爷摇了摇头 叹道 这皇帝 老儿身边的事情 我这个蛮荒汉子 还真弄不清楚 哦 时针差不多了 宁神教授 要不这个问题 我们找时间再谈 宁神教授服了服眼镜 说道 也好 也好 张四爷笑了笑 说道 请大家略退一步 尽量不要出声 看我取宝胎出来 众人应了一声 都退下一步 谁知灰袍男人 严景天并未退后 鼻子抽了抽 说道 你们没闻到一股子汗臭味吗